這題目如果你敘述完之後發現 老師我實在還是不會怎麼辦 沒關係啦 很多東西你剛出學者 但是接下來我是建議 你至少要能夠學會敘述 那我的敘述方法 你們可以拿來當範本 我講過了 你可以把你看到的東西 把它放在旁邊 一個左一個右吧 這個當然我比如說這樣好了 手機號碼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 這個ChargePT 把它擺在右邊 然後你就把這個問題敘述一下 第一個我的開頭一定是 如果我希望他幫我寫什麼 請幫我撰寫Excel公式 有沒有開頭都一樣 鬥點 然後我希望用什麼函數 你可以跟他講 請你幫我用這個REPT LEN函數 第二個就是你要用什麼函數 但你也可以不指定 不指定的話 他就會幫你找出哪一個函數最適合 只是因為這一道題 已經限制一定要用REPT 加上LEN 但是你這個敘述有時候很困難 對不對 你可以這樣 你可以跟他講規則 比如說幫我接資料的話 M的符號其實就是串接 所以我建議 以後如果你要接資料 你不要跟他講說 你幫我串 就是串接好了 串接 那如果是文字 我建議你直接就是跟 我們在敘述公式一樣 前後請你加上雙以後 然後再去加上什麼 加上F4 所以這邊你會發現 你說是F4怎麼來的 F4就是這裡 F4就是這個 那當然如果你要讓他比較清楚 你就把的 就把他的資料帶過來 然後和這個 這個叫G4 G4 然後裡面的資料也把它帶過來 然後H4 再把這個7帶過來 其實我的敘述就是 按照我看到的相關資料 那頂多就是說 我會在後面加一個範例 例如 這個例如很重要 因為如果沒有例如的話 他有的時候不能夠很精確知道 你需要什麼 我們來試一下好了 OK 所以一樣的道理 一樣的方式 我把這一串問題 一樣就輸入到那個 TroutGP上面 看看他有沒有這麼厲害 可以快速的幫我把答案給做出來 OK沒有 就像這樣 你就自己把剛剛的問題打上去 這邊好像多了逗點 好了 這個應該不影響 好 接下來執行看看 這個時候的話 他會把問題 有沒有 他會直接幫你把最後的公式 就直接幫你把它完成了 而且瞬間 那底下的話有一個解釋 為什麼他這樣做 因為他串接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 跟你講說 不足幾個0 他自動幫你根據 三減掉LEN去完成 我們先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我是建議複製兩種方法 一個是複製程式 但是公式我建議 你直接選取再複製 為什麼 因為他複製公式 他好像會多一個換 Enter 我就直接選他複製一下 然後貼過來看看好了 貼的話記得貼在這個儲存格上面 一般我習慣是貼在上方的資料編輯列 先點一下F4 跟這樣E4 然後再點上方的那個資料編輯列 我就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 其實我什麼事都沒做 有沒有 打勾看看 結果對不對 結果對不對 0911 08 一槓吧 084 完全正確 向下填滿看看 填滿的話 教各位一招喔 之前是向下慢慢拉對不對 可是底下有100多個 所以 教各位一招更快 直接在這個儲存格的右下角空點上 快點左鍵兩下 它就自動填滿到最底下 有沒有 移到這裡 快點兩下 有沒有 自動就移到 你可以按Ctrl向下 它就自動填滿到最下方 千萬記得 這招很重要 你如果說 假如你還在用剛剛那個方法 按住不要放向下填滿 哇 你要填很久 而且如果資料很多 有一種狀況是可能會填過頭 拉拉拉去 如果你要向下填滿快速 點兩下 就完成了 OK 有沒有 有沒有 你會發現 哇 太奇妙了 CtrlGP真的是好 馬上幫你寫出來 不過啦 我還是建議 如果你自己會寫的話 你不妨可以自己寫寫看 如果你寫得出來的話 那表示說 你不一定要依賴CtrlGP 也可以完成這件事 只是說啦 如果CtrlGP可以幫忙的話 那當然會更好 OK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先試著 乾脆先利用CtrlGP完成算了 OK 那 開啟CtrlGP 把剛剛的問題直接敘述給他 如果你打字比較慢的同學 你可以先偷懶一下 你可以先偷懶一下 直接第十頁 把這個問題先CtrlC CtrlV的話 就是貼到那個 CtrlV的訊息 貼上就可以了 然後直接送出 它就會幫你把公式產生 OK OK 試試看 OK 試一下 就是利用CtrlGP產生算 因為這個公式一看就知道非常融場 那當然除了說用 你可能會問說 老師 如果假設我今天不想用REPT加LEN的話 那有沒有更好的函數可以解決這件事情 當然有 所以如果假設 我們不要用REPT加LEN的話 那公式有沒有辦法改變 其實跟各位講 你可以直接拿剛剛的這個問題 有沒有 上面這個問題 你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就在CtrlV裡面這個問題 那你只需要把用REPT與LEN函數 這個敘述拿掉就好了 意思就是說 我不指定你一定要用什麼函數 反正你自己幫我找出最合適的函數 那看看它會不會更聰明 找出更簡單的公式出來 OK 所以這一段文字 一樣我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把這個複製之後的問題再貼上 只是說把什麼呢 把指定用REPT加LEN這個函數 把它刪掉 好 這樣子看看 我就不指定用REPT加LEN 那你有沒有辦法幫我 產生更簡單的這個公式 來試試看 所以再試第二輪 OK 直接執行一下 好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馬上幫你又產生了另外一個公式 而這個公式 確實會變得更加簡短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公式它就不用REPT 它用了哪一個函數呢 它用的叫TEST函數 對喔 跟我預期的是一模一樣 那其實這個TEST函數 它最大 它其實理論上 你可以把它解釋為格式化 格式化的函數 你只要跟它講說你要幾個字的話 有沒有 它就會幫你格式化成幾個字的樣子 所以000指是三碼 所以如果你要四碼就四個0 五個0就五碼的意思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跟它講說 你把八次這個資料帶過來 如果它不足三個字的話 它就會自動幫你補一個0 OK 那如果7帶過來它就變007 所以這個公式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再一樣喔 如果我要取代它的話 那我就 不過我是建議乾脆 你就把綜合練習這個工作表 再複製一個好了 不然你舊的就可能蓋掉 那怎麼複製一個 我是覺得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直接按住它不要放 拖拉到右邊之後 多按一個按鍵叫Ctrl鍵 Ctrl鍵按住 拖拉過來有沒有 同時按下Ctrl鍵 然後拖拉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拖拉的符號上 有個加號有沒有 表示要複製一個音模 再把左鍵放開 這個時候Ctrl鍵就可以離開了 有沒有發現 這邊有個綜合練習 這邊有個綜合練習2 它這個跟這個是一模一樣 我再做一次喔 把這個按右鍵刪掉 拖拉左鍵有沒有 拉過來之後沒有加號 多按Ctrl鍵就是有複製的意思 然後把左鍵放開 有沒有 它就會有個綜合練習2 那請你在這邊做練習 OK把剛剛的公式 直接就貼到這邊來 貼上 有沒有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不用R1、PT跟LO 而是用Test 結果會不會是一樣的呢 這個我不確定 如果假設你要看結果 打個勾就OK了 打勾 看一下 好像也OK 那一樣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一樣 在這個空點快點兩下 好 結果呢 看起來 似乎 會是一模一樣 不過啦 你比較一下 公式 Test似乎簡單很多 有沒有發現 所以如果假設你會用的話 當然未來 如果你要格式化三個字 理論上 不用傻傻的用R1、PT跟LO 當然你用Test應該是最簡單的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這邊做出的結果大概長這樣 OK 應該可以吧 到目前為止 那今天的練習大概 基本上就到這邊就差不多 所以請各位 最後把這個檔案 直接把它存檔 不過我是建議啦 因為之後我們會寫程式 所以今天請你做一件事 把它另存新檔 然後 另存新檔的時候 把它瀏覽一下 瀏覽的時候 關鍵的地方來了 請你直接把它的存檔類型 因為它這個格式有沒有看到 Excel97到2003 你會發現2003 97就1997 那是多久遠以前 所以這個格式應該是不太OK的 所以請你把這個檔案的存檔類型 請你改成 我看直接乾脆改第二個算了 啟用聚集的活躍簿 這一個 你說老師你為什麼不直接存上面這個 活躍簿 而要因為我們後面會需要寫程式 如果你有寫程式的話 一定要記得存啟用聚集 如果你沒存對檔案格式的話 你寫的程式就會全部消失 而且就不回來 之前就有同學存錯 存錯之後就全部不見了 他交的作業裡面就沒有BBA了 所以乾脆直接先存這個 以測安全 所以你們待會最後存檔一下 記得喔 另存新檔 瀏覽 然後把存檔類型 改成啟用聚集的活躍簿這個選項 那它的副檔名就會變成XLSM 反正差別大概就是這個 你記得不要存錯 存檔 這樣就OK了 存檔 那當然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你說老師 那啟用聚集的活躍簿跟沒有啟用有什麼差別 其實你們可以把那個檢視 你的那個資料夾 把它用那個大圖示 大圖示切過來之後 應該可以看到差別的 其實有啟用聚集活躍簿 跟沒有啟用的話 最大的差別 就是中間這邊會有一個 這個驚嘆號符號 所以這個驚嘆號 有點像是裡面有放危險物品 這個危險物品其實就是程式 因為以前程式都通常有一些 具備的危險還怎麼樣 反正就是類似像這樣 所以你們今天佼佼的作業 基本上就是把啟用聚集的活躍簿的這個檔案 繳交到Moodle上去 就完成今天的作業練習 應該OK吧 找一下 因為我發現應該有同學會需要 找一下那個Moodle 這個Moodle部分的話就有第二週 繳交作業區 你就把它 因為你們自己登錄的話 就是到你們自己那邊去 那你不太 你不需要另外再令存 就是黨名的部分不用令存 不用另外特別改 因為你們都不會跟別人重複到 那是我有規定的 好啦 沒關係 你有規定那個什麼 這名稱嗎 對 沒關係 但是就讓他們隨便的 那我把學校 你要特別怎麼改 就是他的學校加姓名 對 這樣子我比較好看那個資料 好啊 沒關係 就按照你的啊 你方便 那個名稱 更正一下好了 因為你們的學長 他因為要那個 就是批改方便 所以上面有一些相關規定 請自己再看一下 就是你的學號 加上底線 你的姓名 加上底線 要01嗎 01就第一次做一次 第一次 第二次 OK 大概是這樣 反正你就是按照這樣的方式 要把作業繳交出來 今天的部分就完成 但是下一次我們就要延伸 要開始寫程式 比如說你說 老師那將來如果我每天都要想公式怎麼寫 我可不可以把它變成一個程式 而我的程式是希望呢 在這邊有個按鈕 我剛剛的東西沒有的狀況下 有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清除 把這個資料按一下清掉 那我希望另外再增加一個按鈕 按一下之後呢 這邊全部都幫我執行完畢 我連公式都不用下 那這要怎麼寫 OK 當然呢 你如果透過Trust VTA 蠻簡單的 你可以把你的需求告訴他 他會自動幫你把程式寫出來 你需要執行就OK了 所以下一次上課吧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如何把公式轉換為程式 以前是要重新學 但是我後來發現 Trust VTA真的是很厲害 你只需要跟他講 請幫我轉換為那個什麼 剛剛的這一個敘述 其實你只需要跟他講說 請幫我改為VBA程式就可以了 OK 他就會自己幫你把程式寫出來 那只是說你要怎麼樣 能夠執行那個程式 我覺得複雜度會比較高一些些 可以跟那個方便拖個 Mitte 他會來看 到第一期後 T初威遭的父母 心靈利圖文件 耶穌城 書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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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